就是說我要把這個資料 因為目前的話總共有五個欄位 那我只要姓名跟手機 那姓名跟手機我們剛剛算過了 大概是第二跟第五 那實際上如果是所影值的話 從零開始那就是一跟四 所以第一件事情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 我先把它的資料讀進來之後切割 所以如果讀進來之後切割的話 理論上我的習慣會讀進來就這個東西 我把換行拿掉的話 所以讀進來其實就是長這樣 所以你讀第幾個的話 有沒有如果你讀第0個的話 就讀進來讀這個 那尾巴有個換行嘛 所以用SRIP把它拿掉 那再來的話就是第01 所以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會直接把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直接把它搬到上面做處理 那怎麼處理呢 我在它的尾巴加上一個點什麼 點SPRIT 所以打一個SP 這邊就出現了 SPRIT就出來了 SPRIT小瓜糊裡面的話 那因為它中間有一個痘點 所以我用痘點把它分開來 OK 所以如果你把它用SPRIT 點SPRIT 它就會先抓這個 抓第0個嘛 然後先把這個尾巴去掉之後 然後再把這個SPRIT就切割了 所以切割回來之後的話 它得到的話 就會是一個什麼 一個串列 然後不包含這個尾巴這個 然後幫我把它切 有沒有切開來長這樣 然後這0 1 2 3 4 那所以這個串列 我的習慣是前面要有一個串列的變數去接啦 所以我的習慣會在這個的前面 加一個叫 例12 等於 OK 也就是說呢 SPRIT切完之後呢 請你幫我把它放在例12裡面 所以例12裡面得到的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是分開來的 這個一個串列 OK 那這個串列裡面的話 我不要全部喔 我只要 姓名跟手機的話 那我PRINT的時候呢 我只要跟他講 我要這個 例12裡面的 所以啦 當然你直接PRINT的話 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是長這樣 有沒有 他會幫我把它切開 然後裡面的話呢 這例12裡面放的 就這些東西 總共有五個 可是我不要這五個啊 我要其中的第幾個 我要姓名 所以姓名的話 記得在尾巴加一個中瓜糊 然後呢 它排在 第二個 所以 所影值就1啦 OK 如果你假設輸出這個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姓名有沒有 姓名出來了 可是手機沒有啊 那沒關係 手機再把它串到後面 再加上什麼呢 中間加一個豆點算了 然後在後面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那個 手機號碼 手機的話呢 那就是LIS2 2有沒有 然後中瓜糊尾巴放多少 放4就可以了 OK 所以哦 姓名先輸出 然後尾巴加多一個 多一個豆點 然後把它的電話呢 放在後面 應該是 尾巴應該是 電話 OK 好 那應該沒錯 執行一下 有沒有看到 這樣的話呢 那我得到的結果 就是姓名 豆點 手機 有沒有 所以1跟4哦 然後呢 把它輸出了 有沒有 電話就有了 哦 這樣子 那最後的話哦 我希望哦 得到的結果 不是只是print的出去哦 我希望把它存檔 好 存檔還記得吧 存檔就剛剛做過啦 所以存檔很重要 所以 在那個什麼 哎 就是 Python裡面要存檔的話 存檔名稱 我們直接把名稱加一個 Member底線 rpt算了 OK 然後點txt 然後這邊的話 加一個w 把r改成w 那後面的話 encoding 你不用加沒關係啦 因為 反正就是 我不要存 Utl的一個編碼方式 我存預設的 預設的話 就是 nsi 那好處就是 直接打開 不會亂嘛 因為不會 其實 用預設就可以哦 然後 後面的話 就是f.right 這剛剛已經才寫過 所以 right 然後後面的話 加一個s啦 我們加一個 s目前沒有 記得f.close 把這個close OK 好 所以存檔寫完之後 再來產生那個s 的部分 所以這個地方 先把它切開來 所以切我剛剛是 把剛剛的這個東西 後面加一個split 切到前面的lis2 再從lis2取出它的1跟4 中間加一個d點 最後的話 如果我要把它存檔的話 那跟剛剛一樣 先產生這三行 然後呢 再把它全部串一起 那一般習慣是會在for回圈上面加一個s等於空的 我先產生一個變數哦 這個變數就是要串我將來要存檔的東西 那存檔的東西 理論上會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print的下方 s等於s自己本身 再串接什麼 上面這個東西 上面什麼東西 這兩個嘛 所以理論上就是print本身 裡面放的東西 把它複製到s等於s加後面 有沒有 但是會缺一個東西啦 因為print本身會換行 但是這邊沒有換行 所以怎麼辦呢 沒關係自己加一下 再加一個 這個 反斜線n 不過或者還有一個方式 就是你乾脆striple這個不要去掉 它好像那個手機後面本來就會有一個換行 如果你不要去掉再加 那感覺好像多死一取的感覺 你上面不要去掉 它就會有一個 有沒有 它本身 手機有沒有 它後面實際上是有個換行的啦 只是因為我們striple掉 再把它加 兩個應該都可以啦 如果你 我直接加在這裡好了 OK 那試一下 把它print一下 執行一下 應該沒問題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在我的根目底下 會不會多增加一個member.rpt 這個嘛 那這個檔案的話呢 應該要長的 就是像這樣的一個結果 只是說呢 它幫我存檔起來了 OK 看到結果有沒有 一模一樣了 OK 所以 以後的話 假設說你print到控制台的東西 一樣都可以存檔 那存檔只是說那三行 所以那三行多打幾次應該都記起來了 而且我是覺得那三行還蠻直覺的 有沒有 F等於open 先開個檔 夠點w嘛 然後後面就f.right 然後把s 給它 那s再去把它串一串 就會得到存檔的結果啦 所以Python裡面 我覺得開檔跟存檔這件事 真的無敵簡單的 如果跟其他的程式語言比起來的話 真的已經算蠻簡單 OK 那只是說啦 你還是有同學說老實 可是我們平常比較喜歡用e-sale 對不對 那如果 如果假設你要用e-sale 交課一招 就是如果你假設 你不想要做很多的改變 其實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把這個負檔名 直接改成 CSV 或甚至你把它改成 XLSX 之前好像有人這樣做 就是改完 雖然它是一個 不是XLSX 我不知道啦 我們打CSV一定是OK的 CSV的話 那它一定是會呼叫e-sale來開嘛 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是CSV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是 Member底線RPT有沒有 它會直接呼叫e-sale開 所以你直接打開之後 它會直接叫e-sale 打開應該就是那兩個欄位的資料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應該就 不需要學任何東西了 直接就是e-sale了 那之前我試過有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把那個負檔名改成什麼 改成XLSX 但是好像早期的版本是可以 但是新的版本 它好像慢慢就不給人家這樣 XLSX 如果改成這樣的話 如果改成這樣的話 雖然它不是一個e-sale檔 但是你卻拿 我看會不會成功 我看會不會成功 如果可以成功 這也是一招 但是這有點作弊的感覺 不行 我記得早期的版本 是可以這樣 但是新的版本 它好像慢慢就不給人家 就是存錯誤的負檔名 所以目前看起來 大概csv是ok 但e-sale的話 那就不ok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改csv 那你說 那e-sale如果我想要真的把它存 e-sale的話 怎麼辦 後面會講 ok 其實也沒那麼困難 只是說 因為你如果要把它存到 那個e-sale裡面去的話 需要外掛 這個外掛的話是額外的 也就python裡面本來沒有 那你必須要學會 怎麼樣把那個外掛 裝到你的python 有點麻煩 但是很重要 因為以後 python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的外掛非常多 它有幾十萬種的外掛 所以如果你學會 如何把一個外掛加進來之後 然後並且呼叫 比如說你要存檔的這個功能 你會的話 那其實存e-sale也沒那麼困難 ok 所以待會我們再來看 那請各位先把 剛剛講的 兩個動作 第一個 只取得什麼 姓名跟手期 所以我剛剛 主要是增加 增加一個e-sale 有沒有 然後利用這個supritch 去切割它 丟過來之後的話 再取1跟4 然後並且存檔 存檔的話 就是這三行 加一個s 其他應該都ok 這個好像剛剛 也有講過類似的 所以盡量把它熟悉 以後的話 講過的東西盡量都可以很熟練 那以後你在工作上 就應該很快就可以拍上用場 我覺得拍上這很多地方 將來要結合e-sale做一些P4處理 真的非常好用 然後後面會再講結合e-sale的部分 甚至如果你再結合一些外部資料的扒取 比如說扒蟲 各式各樣的資料 扒進來你做處理之後 再存回去 看你要存什麼檔 我們現在都已經至少學會兩種了 一個是TST 一個是CSV 其實看起來好像 多學 但其實沒有 副檔名改一下就好了 ok 以前其實是 e-sale是可以存 但現在不行 好 試一下喔 好